我们再往后延伸一下 用光明电阻来控制这个灯 那其实呢 如果待会儿老师我们玩到这个三色LED灯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来做也可以 好 那不管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呢 就先从光明来看 那光明电阻的话呢 其实在生活里面用到也没有很多 小月灯是大概最常用到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家的那个也有呢 银水机 蛤 多装的这个就叫做这个啦 就是奇迹啦 只有多装这一颗 就叫省电奇迹哦 哈哈哈哈 所以他取的名字还不错吧 嘿啊 就是那个整盛那个光照素啊 那你光比较小的时候我就 那个啊 就把这个主电关闭啊 好 那 因为这个跟我们刚刚LED有点不一样哦 LED是很单纯 就是只有亮跟光对不对 他有强度啦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LED比较小 所以强度让我们不会有太大改变 好 那 光明的话他就传送回0到1之间的数值 0到1之间的数值 我们由这个去判断 但是我必须跟各位坦白一件事情 每一颗光明电阻 回传的数值都会越有差异 因为他不是每一颗都是精准都那么高 所以你不能说哦 那一颗是多少 我这一颗用一样的数值 可能要稍微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光明电阻在哪里 刚刚呢我们有跟各位提过 如果是回传数值的 请问是元件还是感测器 传感器 会回传数值的是传感器 就在这边 所以有没有看到这有超音波 这里光明 好就在这边 那你在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怕弄错 你可以直接用S这里 用S这边 这样你就不会怕找错地方 因为他这边已经都有了 已经都有了 所以你从这边把它拉出来 硬体我们都会在上面先解决 好都在上面解决 那他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Smart这个 上面本来就有了 他的光明电阻的角位 预设是在什么 A0 在A0的地方 所以呢 你记得 这里 当你拉出来之后 因为我们不用外接嘛 他这边会AD 如果你用这个Smart这个积木的话 他这边显示AD AD就是A0 就是0 因为第一 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一个 应该直接用简报上的来看 你就 有看到AD的吗 他就是用这个脚位啊 用这个脚位 所以你现在因为已经有 只是说你不用接那个杜邦线 这样子 就不用贴杜邦线 因为如果你的积木 不是在这里用 而是在O里面用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点很不一样哦 我以前刚开始用的时候 有点 想说奇怪 为什么不一样 你看我把它拉出来 我把这个拉出来 有没有发现这里没有 是不是只有A0 这样了解 A0等同AD 这样子 这个稍微留意一下 好 我现在弄好了 我们这个 你可以先拉旁边 那一开始呢 我先丢掉好了 一开始我们需要的 不是说马上就做开关灯 而是你要知道说 到底这个光明 他会回传的数字是多少 所以我一样在右手边 还是以显示文字 我们来看看光明里面 开始侦测 有没有 你进来的 我都设好了 就开始侦测 这LED我先 你也可以按右键先把它停用 这样也可以 我设好了 开始侦测 那侦测之后 他会取得数值哦 有没有一个侦测的数值 但是这样丢不进来 对不对 积木不合 为什么 因为要显示在哪里 是不是在显示在右手边 告诉他 显示我们 侦测到的数值 所以你这个时候 就可以按下PLAY 那我的环球 有没有看到了 有了齁 在这里 那我用的东西 稍微遮一下 有没有降低 打开 所以我们现在最多到0.6 就是现在这个光道部 但是 你不要跟我讲他的三位哦 因为他只是0到1 转换出来的 所以他不是我们一般那个 流敏哦 跟流敏不敢管 那如果老师你想让他到1 要怎么办 开很亮 手电筒打开 哈哈哈哈 你的手电筒 你手机都有手电筒 对你就直接照着他 他就到1 所以老师先看看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把这些数值怎么样 稍微漂亮一点 因为那么长 有些人看了 会觉得轻慌慌 大部分老师现在都有成功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数字真的需要美化一下 因为这样有没有觉得 好像很可怕的感觉 有些人看到那么多数字在跑 就会觉得怪怪的吧 那 也可以啊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数字 是显示在我们的LD点矩症上面 可以啊可以啊 LD点矩症这个啊 我现在就好像我们在外面看到那个看板 LD看板 我就把那个结果是不是显示在这里 也可以啊 那您可以发现我们现在 取得的数值是不是0到1之间 所以如果我这个 能不能搭配一些基本的四十五路 好像可以哦 数学是 你找看看有没有四十五路 好像有吗 这里 对不对 那你如果这个我把它丢出来 这样有没有四十五路 不过这个四十五路行吗 好 就没啦 哈哈哈哈 对哦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记得在这边 有一个叫数值转换 四十五路到小数几点 四十五路到小数几点 这个积木哦 这个位置我们有跟那个 有没有听到的厂商反映一下哦 因为这个地方容易跟上面这个地方 有没有容易混淆 对 因为这叫数值转换 上面叫什么 四十五路 四十五路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有点混淆 所以这个老师你在用的时候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这个积木 它是在进阶控制里面 进阶控制里面的数值转换 你就可以把四十五路 决定说我到几位数 这个地方好白 所以点到它 看起来都很像 但是差一点点 你就可以选择 我到两位就好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再认认一下 不要等 我等一下 这个还真行 有点慢 有有 如果说那个侦测 需要一点时间 那现在只是 如果我只做到这样子 它要取出来就是0.12 或0.84 对不对 请问要怎么样 让它更好看一点 百分比的要乘以多少 所以其实 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跟数学结合在一起 所以啊 我们 现在不是都要 各个要统合吗 就可以这样一起玩 那你就跟数学 变成百分比的 我们得到的数值 就比较好看 所以你就再乘以100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乘以乘以 就可以找看看 哪里有数学是 相乘 你找看看这里 有没有相乘 对不对 再看 然后这个 是 这个的内容 是放进来 乘以多少 乘以多少 就是属于数字的 这个 丢进来 其实本来算是很简单啊 可是因为变成积木 所以好像看起来老师很厉害 但是其实没有 只是老师会玩积木而已 那我就把这个内容是放到这里 你了解意思了吗 现在就是都在一起而已 那真正看程式码的时候 真的就是乘以 你看 是不是我们讲的 乘以100 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您如果说有需要 你想让它更好看一点的 你可以尝试看看用这个 不然的话至少要会四舍五路到小数点 这样OK 来给老师尝试一下 记得哦 那个转换的四舍五路到小数点地体位在哪里 在进阶功能里面的数值转换